太棒了 跟你这几天也没聊了很多吗 觉得有点 心疼 对啊 肯定会有点伤心 但是确实是 年龄还是男 挺大的问题 哭了 哭了 为什么她哭了 就没了 没了 没了 搞事情 请 真会 我说这两对有问题 这两个人肯定会出事的 这个人只要一走心 东西就出来了 不走心就没有嘛 这一集啊 其实伤对而言是比较平稳的一个 关系状态 我觉得看似平稳啊 里面还是很多小九九 下一个风暴来临前的安静 对不对 有些人伤了心 对吧 有些人也动了心 还有些人是把心打开了 对 可不可以猜测一下 为什么阿双会哭 我真的猜不到 所以我才会 你从时间线来讲 肯定是跟小龙聊了什么 聊了之后哭的吗 还是说不一定 而且他刚刚什么年纪 年纪我觉得他 上一集我有讲 被你喜欢的人 你本来有期待的人 然后有人说 我觉得这样的人是差一个世代的 怎么会不伤心呢 对 反正下期他们要前往三个里拉了 说实话 你们刚刚看到那儿佳人儿子 最难受的人是我 因为下期张淳岩老师 要回来了 我会实时告诉你 会 你实时告诉我 给我发文心 给我发信息 然后吃一个 结尾 嗯 吃完吃吧 谢谢 牛老师 好 嗯 来吧 走了 出发了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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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觉得跟小龙会有代沟吗 啊 这个词也很重 有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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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这是代沟 这是代沟 可能有啊 两个人有点较借耶 你觉得你跟他有吗 多少有点但还好 你觉得呢 我觉得不是代沟吧 是我觉得他有自己的小世界 就是有的时候 你们这样子说 还像我 不在这一样的 不是 哈哈 就说你有你自己的世界 你不需要 很真实 对 那当然不要 但他也不会去银河水 叫劲 对 叫劲了 杨哎 你在这上面确定要写字吗 杨哎 你可以画一个画 鞋子 他 他应该开了隔音 他听不见 中间写的开心 我这个水瓶怎么又变满了 干嘛 没事 突然 小鱼好甜 会给她水壶加水 会给她盖衣服 她觉得好美 好好看 我给你多拍点照片 然后等你看 我愿意看看 我真的很喜欢别人 很甜蜜 我突然发现了一件事 这里很适合扳手腕 因为你可以直接去倒 好来 三二 等一下 三二一 开始 这 这个跟你说 你知道这个叫什么吗 这叫做不公平 好 不是 公平 我说的不公平是这个 是我手短 你会发现她的手很小 我的手小 我觉得我的手的话比你们大 比一下 我想到这 你也能做不公平 我做得好 你这里就知道 我吃的 我吃的 你吃的 我有一个 我吃的 我吃的 都看不下去 我吃的 我是我吃的 他可以吃的